完全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一代破冰科考船吉利号最近出雾下水 并且将在2024年下半年开始承担科考任务 吉利号到底什么样一起来看一下 总台记者走进中国船舶广传国际的生产基地 见到了这艘破冰科考船的真面目 在这里记者恰好赶上了国家船舶技术检验机构 中国船集社为这艘科考船进行最后的公正检验和认证认可 通俗讲就是给船制作身份证 测量这个船的一个主持度 也就是这个船长 船宽 行身 这个就相当于这个船的出身证一样 身份证一样 经过科学严谨的测量和推算 吉利号的身份信息如下 船身长达89米 宽17.8米 相当于三个标准篮球场首尾相连 全球无限航区航行能力 60人定员 5600吨排水量 26000公里续航里程 一次补给 足以保障全船在海上生活80天以上 这条船它是可以在冬季 主要是用于我们国家 黄海 渤海的海滨的监测 以及海洋环境的这种科学考察工作 其他季节就可以到深沿海的区域 开展这种科学考察工作 就是它一年四季可能都会很忙 对 一年四季都非常忙 这个船的这个使命任务 就是排得非常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